現在的第七次上課,今天第八次啦 那第七次上課的話有哪一些重點,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們把那個什麼呢 就是合併那個全省郵局地址的檔案,有沒有 然後呢,有合併有分割嘛,對不對 所以上禮拜有合併,有25個檔合併成一個檔 然後再把一個檔再分割成25個檔的相關程式 那程式大概差不多10行左右啦,其實程式都不多 但是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其實這個大概是上禮拜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了解有關那個Signalign資料庫的這個操作方式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如何建立所謂的資料庫 OK,你第一個啦,當然你要把資料放到裡面去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需要怎麼,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資料庫裡面你可以放非常多的這個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的話,當然你要規劃,所以需要欄位 那比如說我們有一個範例,就是放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編號,一個欄位是電話 那我就再來怎麼樣呢 學習如果把這個資料表建立完之後的話 那後面我們會需要學習四種操作 最重要的資料庫最重要的四種操作 其實大概你把這四個操作學會 基本上這個大概就夠用了 OK,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怎麼樣把資料放進去 就是所謂的新增資料 新增,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把資料放進去了嘛 第二個事情就是把它查出來,所以查詢 再來的話,頂多再加兩個操作 一個操作什麼呢,就是把資料刪除 有沒有,多的你就刪掉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修改 所以呢,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大概你把這四個操作學會 基本上,對於那個資料庫也就 基本上夠用了 OK,因為你剛才用到用去 大概就這些 那最常用的一定是新增跟查詢 新增就放進去嘛 查詢就取出來 OK 那另外的話呢,這個資料庫 其實目前的資料庫都支援Seql 所以呢,基本上 這個使用的方式 不是只有Seql Lite資料庫 是這樣做 其實其他資料庫也雷同 只是說換一個平台而已 OK,所以未來如果你不用Seql Lite資料庫 你用別的資料庫 其實操作的方式 基本上也雷同 OK 好,那首先的話呢 今天的話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那上個禮拜講到查詢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雲端上面有一個基本的這個範本 上面有一個這個比如說新增跟查詢 那查詢部分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好像是把那個查詢部分 再把它加上來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基本範本找到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把那個新增 再改成查詢 然後增加刪除跟修改 這個部分的話,也許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找到那個第五個單元 這個比較下面的地方 那我們在第五個單元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篡列跟資料庫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當然一樣,我們待會會把這個範例改成 我們就會員資料 50個會員如果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那我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OK,所以請各位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開起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查詢、刪除、修改 這三個功能的操作 之後呢,至少你要學會 我程式放哪裡 那如果你上個禮拜的這個 程式沒有存到檔的話 你至少Ctrl-C Ctrl-V 貼上 應該就可以WALK 應該一模一樣嘛 我其實只是把我喜歡的程式貼過來而已啦 所以呢,就這一段 裡面的話當然包含幾個重點 不過I-V叫什麼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是產生一個資料表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名稱 Table 資料表名稱叫Table01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OK,所以你可以取別的名稱都沒關係 所以特別是它有語法固定的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SQL語法 那固定 以後不管是 是不是SQL Live 其他資料表也可以 比如說你是針對Oracle 針對SQL Server 它也支援同樣的敘述方法 OK 然後呢,後面的話就是什麼 兩個 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MUM 一個形態給它講 然後一個是 TL 電話 然後形態 兩個我都用Test 也都拖籃一下 再來的話你要把這個 這個SQL語法 丟給資料庫去執行的話 那有固定的執行方式 就是下面這個 叫Cursor Cursor的話就是我之前講 資料表物件 點XQ 有點像是 你幫我跟資料物溝通一下 溝通什麼呢? 就是上面這一串敘述 那它 基本上它聽懂的話 就不會有錯誤訊息 它就幫你建 一個資料表 跟裡面放兩個欄位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說它聽不懂 那這一行就出錯了 這一行就卡住 所以如果以後這一行卡住 你可能要檢查上面的SQL語法 是不是有錯誤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是insert into 所以第二個敘述 就是新增 新增的固定用法 就insert into 後面的話呢 空一格之後 就是哪一個table 因為我們上面有建一個table01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 後面呢 它的關鍵字就value加s Values OK,Values 一定是s啦 因為通常不是只有一欄 所以是多欄的資料 那多欄資料的話就Values 後面通常是 這邊是空一格 理論上是空一格 然後呢 瓜弧呢 後面呢 就是給它兩個資料 中一加豆點嘛 OK,大概這樣 那如果你 像會員資料就是有五欄的資料 就是五個 就是中間的話變成說 也是一樣 間隔 反正你要幾個欄位 所以就給幾個資料 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嘛 OK 然後我們就是 執行 它就把資料放進去 那上次的話呢 我應該執行總共三次啦 所以有第一次321嘛 OK 所以基本上裡面有三筆資料 那再來的話 我已經 把資料放進去 怎麼把它查出來 查出來的話就是 利用呢 底下再來就是45頁的地方 就是把資料查出來 那查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是 再利用Sequel語法裡面的slate OK 所以其實這兩方是一樣的啦 有沒有 也是exque Cursor.exque 然後把SequelString 其實就上面這一串 做執行 這什麼意思呢 幫我 slate slate 是幫我把所有的資料查出來 一般我們翻譯叫查詢 那當然我有講過啦 Excel裡面就篩選 如果你有用過Excel的篩選 其實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欸 篩選什麼呢 這個信號是指所有欄位 所有的 這個叫所有的欄位 from這個table 意思說幫我把那個table裡面的所有資料 幫我撈出來 放哪裡呢 特別是喔 它會固定放在這個cursor裡面 那我講過啦 cursor就是資料表物件嘛 它幫你撈出來就放裡面 那再來的話 我就可以用一個語法 for each的寫法 這個cursor裡面的每一個 這個寫法可能比較特別 它for each 它少一個h 其實應該理論上是for each 每一個列 rho 這個也是個變數 幫我把這個cursor裡面的每一個列 通通幫我撈出來 然後呢 分別把它的0跟1的資料 0的話就第一欄 ok 特別是它的編號從0開始 跟第二欄的資料幫我把它讀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上禮拜的東西 我把它print出來 查詢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就是剛剛這一段 查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資料 那你會發現 這個cursor裡面就放什麼 其實這個cursor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類似的表格 資料表嘛 可是呢 它基本上 沒有上面的這個編號跟號碼 也就是說這個cursor裡面 不包含欄位名稱 所以我們這邊會多做一件事情 print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是要做欄位名稱 那欄位名稱的話自己print print 然後呢 我們就for each 就是在這個cursor 這個cursor就長這樣子 然後把它裡面的每一列 通通都把它抓 所以它基本上會先抓第一列 這個是第一列 然後把它的這個第一個 這個是編號0 這個是編號1 那就用這樣的敘述方法 ro0跟ro1 它就抓到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ok 所以啊 特別是以後如果你要把那個什麼 查出來的東西 分別把它印出來 那就是大概這樣的一個範本 你會覺得 假設你不太清楚 因為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那未來如果說你不只一欄的話 那以此類推 ro可能0 就第一欄嘛 1、第二欄 那如果像會員資料 總共會有五欄的話 那一樣嘛 就分別 把它再增加 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所以喔 新增跟查詢上禮拜講到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刪除跟修改 ok 所以刪除的話 刪除 刪除的話 基本上 的寫法 我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刪除是這樣 其實呢 它這個程式呢 只有中間這三行 是新加入的 其他的部分是拿什麼呢 拿查詢的程式貼過來而已 就是把這個查詢的程式 貼到刪除裡面 我建了一個新model 存檔叫刪除 那裡面的話 只有一個敘述啦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三行 這三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上面這兩行 跟那個音色音兔 蠻類似的 只是語法不太一樣喔 我們現在是 不是新增資料 而是刪除資料 那刪除的敘述 特別注意喔 它的語法 sicle語法 又不太一樣喔 記得喔 它的語法一定是 delete from delete 開頭 刪除對不對 from的話 跟它講說 哪一個table 哪一個資料表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會喔 哪一個欄位 對的資料是什麼 欸 那當然呢 如果你後面這一段敘述 不給 的話 它 就會怎麼做呢 對 它就全部刪光光了 但是呢 理論上我只要刪除 裡面編號是為刪的部分 ok 所以一個敘述應該知道吧 delete from 所以前面的敘述 是說 你要刪哪一個資料表 後面的敘述是給條件 ok 我要那個 編號裡面是刪的 幫我把資料給刪掉 好 所以它會幫你把整列 delete 整掉 有點像Excel 你把那一列選起來 按右鍵刪刪除 道理一樣 ok 好 那一樣的我們就是什麼 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操作 isq 丟給那個什麼 丟給seq 那最後記得喔 這一行一定要加 這一行叫什麼 叫come 點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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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是確認 也就是說呢 最後假如說你沒有come 沒有確認的話 那實際上我剛剛做的是假動作 沒有真的幫你刪掉 ok 所以特別是說come的有點像 你在那個 使用Excel上面不是打勾嗎 打勾那個動作就是come 有沒有 比如說 應該有Excel上面不是打勾嗎 打勾會確認 然後他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那就這樣 我們來 那底下呢 因為還是在把它查出來 所以如果要刪除的話 ok 關鍵這三行嘛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把它再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因為我刪除了第三 所以剛剛呢 查詢的時候呢 本來有3 那底下這邊 就是在把它查出來嘛 所以理論上 應該 3應該就不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呢 3就不見了 有沒有 因為再把它查出來 然後呢 再來 number 改成2好了 如果再執行會怎麼樣 那當然理論上這個就不見了 再執行 有沒有 剩下1 那如果再把它改成1的話呢 1就不見了 這什麼應該都沒有 看一下執行 什麼都沒有了 有沒有 ok 所以喔 刪除完之後啦 你自己再把它做新增好了 不然的話 資料都通通不見了 一樣嘛 把資料再執行 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1 然後再把它改2 後面資料不改 再把3 再run一下 當然呢 我在那個雲端上 是有把它改成用input 只是說input 我覺得這個部分 自己再改改看 反正你就也可以 輸入第一個資料 輸入第一個 這你可以跑個回圈 跑3次嘛 123 只是說我覺得那個可能自己在練習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再查詢 我們再回到查詢 執行 又有了 123 ok 當然你可以再刪除啦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我們待會再來看修改 修改跟刪除 那最大概不一樣 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你要修改 第一個還是要告訴他說 你要修改哪一筆資料 通常是編號 它的key 比如修改1號的電話號碼 這個電話號碼不是這個啦 應該是另外一個 那你要跟他講說 你要修改成什麼樣的資料 他就會幫你把它變更了 所以理論上 因為我以前寫過一些系統 我發現 資料庫用來用去 這四個大概就夠用 奇怪 用來用去 好像不會超過這四個需求 ok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四個熟悉的話 我覺得大概基本上 你資料庫應該可以掌握大概大半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的那個 刪除這一段 我剛剛實際上 不過我這邊是有input 其實你可以把這邊這個input x等於input 這個可以把它改 我是把它改成什麼 就這三行 把它改成這邊裡面加上三就可以了 好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刪除的程式碼 是在第46頁 那它跟查詢只有中間的這三行不同而已 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ok 也就是說呢 把資料刪完之後馬上查出來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將來這個部分的程式 或許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成範本 那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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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